端午節連續假期已經開始 除了防塞車之外 還得要注意好大雨 首波的西南氣流在週五或週六報導 氣象局指出 上個禮拜的桃園機場淹大水 很可能重演 最近這陣子天氣變化大 一下子艷陽高照 但常又有突其來的大雨 氣象局表示端午節連假 恐怕好天氣也將泡湯 今年首波的西南氣流 預計週五或週六影響臺灣 降雨時間和強度加大 好大雨發生的機率高 氣象局甚至指出 類似上週導致桃圭煙大水的暴雨 可能重演 未來一個禮拜 基本上都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臺灣附近的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下局部的陣雨或雷的機會都是比較高 在本週五以及本週六這兩天 因為西南風的強度是比較強 而且水氣是比較深厚的 所以發生比較劇烈性的天氣的機會 是比較高 擔心西南氣流帶來的劇烈天氣變化 桃園再降好雨 新任的桃園機場公司董事長曾大仁強調 會盡快成立桃機體檢委員會 檢討淹水成因 絕對不會讓國門淹水的情況再次發生 曾大仁表示未來會透過專家協助針對劇烈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威脅和風險 還有因為遊客量增加機場新建工程出現等因素可能帶來的新風險